CBA3消息,广东首签曝光,张正林重磅签约,李春江锁定顶级外援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众所周知,那么最近广东队包括其他那些球队呢都已经是进入一个休赛期当中 所以在近期的话,他们所有的一些球员呢可能也正在这个休假以及呢处理自己的一些事情 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即便是这些球队呢正处于一个休赛期当中的话 但是有不少的一些动态呢都非常的值得关注 而且这些动态对他们下个赛季的一些备战以及成绩的一个获得呢都会产生很重大的影响 所以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一下那么在最近呢发生了CBA里面的话三个非常重磅的一个消息 首先我们说一下那么广东队这边的一个首签情况 我们知道广东队呢在此前的赛季当中没有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所以新赛季呢他们想必可能也会有更多的一些动作来提高整个球队的一个实力 来巩固整个球队的一个整体的状态以及阵容 为下个赛季做好准备 那么就在这些呢有媒体就报说那么广东队已经完成了今年夏天的第一个签约 这个签约呢不是来自于球员而是来自于主帅杜丰的 根据媒体的报道那么这一次呢广东队已经和杜丰的再次续约三年 而且年薪呢是400万的 所以从目前来看呢其实能够看得出来呢一方面的话 广东队对于杜丰是非常认可的 也希望能够继续携手去创下更多的情细 那么另外一方面也看得出来呢 杜丰对广东的感情也非常的深厚 他也希望能够继续留在这个自己呢一直发展的一个球队呢能够取得更多的一些好成绩 所以这个消息我相信对于很多广东的球迷来说呢应该都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能够看到杜丰知道继续携手广东队往前走的话 那接下来呢想必还会有更多的一个惊喜 除了广东对这边的消息之外的话 第二个非常重磅的消息呢就是张正琳的签约问题了 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呢也传出张正琳呢要奔赴国外去打NBA 争取机会呢能够去到NBA的赛场 但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的话NBA官方这边呢也是公布了一份几十人的一个集训名单 但从这一份的集训名单里面的话并没有看到张正琳的一个名单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呢其实也就意味着呢 张正琳是落选了这一次的视讯名单 所以接下来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张正琳他自己呢也确实没有坐以待毙 而在近期呢也被爆出已经签约了业内的一个非常顶级的一个球队 这个球队在国外NBA这边呢也带领了不少球员和很多的一些球员呢也有过相关的合作 而且呢在整个NBA市场的话应该也是有一定的人脉资源的 所以对于张正琳来说这一次啊签下这个纵约之后的话 对于他后续能够去到NBA的赛场去打球呢应该会有一个重大的帮助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其实啊也不妨啊拭目以待下 最后一个消息呢我们要说一下上海队和李春江这边的情况了 我们也知道本赛季呢上海队啊并不能够取得一个特别理想的成绩 虽然说呢也是破天荒了在12年之后呢闯进了四翔 但是没有能够闯进半决赛或说总决赛的话 对上海队来说对李春江来说他这个总冠军教头呢想必也不会满意的 所以就在最近那么我们也看到随着这个克里克这个超级外援传出 要啊来到CBA打球之后的话也有媒体爆出呢 那么李春江这边呢已经瞄准了这个顶级外援 接下来呢也想呢和他携手合作去创下更好的成绩 毕竟从目前来看来周琦这个队长克里克呢整体的表现在封线方面是非常优秀的 在整个NBL6来当中呢是第一球员 而且来到我们这之后的话称他为是第一外援呢恐怕也不过分 所以上海队啊他们本身就财大气出如果能够争取到这个封线球员 对他们下个赛季的整体的实力提升呢想必会有一个重大的帮助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不妨呢拭目以待一下 那么以上呢以上就是三个整个啊西杯球队的一些啊最新的消息 那么后续如果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动态的话 我们呢也会继续和大家分享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